十一柱形娛樂的皮製品您看過嗎? 皮雕藝術家施敦仁的作品 透過皮革的塑形、雕刻、染色以及對生活的觀察 創作出你我都可能用得到的生活物品 將藝術融入日常 這些作品在台北市裝飾藝術文創產業工會的 P-Together 皮雕藝術聯展 理事長陳品茜 搜羅 糖草 山水雕 動物雕 花卉雕 皮素等作品 在士林公民會館展至9月30號 展現皮雕 穩創工藝之美 邀請民眾來參觀 這次作品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我會把它弄成生活化 我的希望是能夠讓大家 把它皮雕這種東西 讓它生活藝術化 藝術生活化 然後這次來講的話 我會把它完成的東西 有食 衣 住 行 欲 熱 讓皮雕融入到我們生活裡面 其實皮雕這種東西是 只要你想得到 應該都做得到 它不光只是說 一張土掉在家裡面 讓我們欣賞而已 我們還是可以拿來用得到 然後能夠融入生活化裡面 今年的展會比較特別 像我們有 鴻明老師的山水雕 還有愛真老師的皮碩雕 還有一個卓家佑老師的寫生雕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 斯敦仁老師的特殊的唐草特殊雕 它的特殊呢 特殊到食 衣 住 行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展出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有私生展 那我這次比較特殊是因為 學生能夠從學生的作品 從當學生又可以當老師又可以參展 所以歡迎我們所有的同好一起來觀展 那我們這次還有遠從彰化來的 斯敦仁老師 遠從台中來的 蔡平穎老師 遠從台中來的 周家佑老師 這一次呢 我們的皮腳展他的魅力在呢 因為我們的特性就是 從一塊皮能夠成為一個作品 我一直在推廣我們的 藝術展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我們的所謂展的東西出了 能夠摸得到 看得到 欣賞得到 甚至用得到 所以我們的特色在於 你會發現說 像寫生雕 這麼樣這麼樣的立體 像我們的紅面老師跟我個人的寫生雕 花卉寫生雕 非常非常的立體 當然我們強調是 我們還有強調是現場 有一些雖然是掛著掛飾型的那個大型展 當然還有生活藝術化的作品 生活藝術化就是我剛剛所提到 能夠帶得到 用得到 看得到 甚至摸得到 藝術家蔡秉玲則將皮革與流星結合 刻畫動漫人物樣貌 以及靈動的魚和鳥類 展現皮革的前扁萬畫 而藝術家鄭一萍初學皮革雕割 也在鼻筒錢包上展現記憶 就是它很實用 就是你做完一個作品 它可以隨時帶在身上 你畫一幅畫很難天天帶在身上 可是你皮雕作品你可以把它 做自己的創意然後隨時帶在身上 然後隨時可以展現自己 因為皮雕它還蠻實用的 你可以做皮包 然後皮夾 鑰匙圈 這個你生活上用得到的東西都可以 那有時候就是可能你裝小飾品 一個托盤 小托盤 或者是你想把它就是呈現一幅畫 也都可以 它其實蠻多樣性 你可以很多的方式去展現 這幅畫是我們動漫的鬼滅之刃 那它在當初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以立體的方式 去把它表現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它在創作上面 它蠻有這種立體的層次這樣子 跟一般傳統的皮雕做法有一些區別 對 那甚至以我們突出這個畫框以外 就是一個思想概念 就是跳脫我們的思想框框 讓我們的皮革上面它有更多不一樣的延展性 跟多元性 以像這一幅畫來講 它是羊皮 那羊皮製作我們一般皮雕 都是用透過敲打去做出它的層次 那因為羊皮它的質感是比較柔軟 所以我用這個是用摺的 是用像摺紙一樣用摺的 讓這個海浪它有一些比較有厚度 像海浪的厚度出來這種感覺 跟我們一般在做敲打的 它是屬於一個平面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一些區別 那我們而且羊皮它跟牛皮 它呈現出來的質感是不一樣 羊皮它會比較柔和一點 牛皮會比較硬挺 那我們透過柔和的這種特質 來相對 剛好來像它的這個海浪的特質 是相輔相成的 除了展覽也有DIY皮革藝術班 讓民眾參與 免費製作獨一無二 屬於自己的皮革貓咪證件套 我們這次的DIY的更吸引的是 貓咪證件套 所以剛剛有同行問我們說 一大早就看到你們在那邊排隊 因為我們這次的展 其實我們所有的作品也一樣 外面你很少看得到 包括我們這次DIY的作品 是貓咪的證件套 外面買不到的 所以我們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吸引 還有我們本身有在 質詢局三年七萬免費的課程裡頭 在推廣我們的課程 希望說如果你對皮 對皮革對皮雕有興趣的 一同來參與政府的三年七萬免費的課程 第二屆皮Together皮雕藝術連戰 將穩創工藝帶進皮雕世界 藉由工藝產業的傳承 促進皮雕展覽教育推廣 記者翁軍台北不到